上古天真论 帝曰 人年老而无子者 财力尽耶 将天树然也 皇帝说 人年纪老的时候 不能生育子女 是由于精力衰竭了嘞 还是由于受自然规律的限定呢 齐伯曰 女子七岁 圣其圣 齿更发长 二七而天轨智 任脉通 太聪脉胜 越是以时下 故有子 三七 圣气平均 故真牙生而长急 四七 筋骨肩 发长急 身体肾壮 五七 阳明脉衰 面屎胶 发屎肚 六七 三阳脉衰于上 面阶胶 发屎白 七七 任脉虚 太聪脉衰少 天轨结 地道不通 故行坏而无子也 脏腑八岁 圣气时 发长齿根 二八 圣气圣 天轨智 精气易泻 阴阳和 故能有子 三八 圣气平均 筋骨 筋强 故真牙生而长急 四八 筋骨龙胜 肌肉满壮 五八 圣气衰 发垛此高 六八 阳气衰结于上 面胶 发病平白 七八 肝气衰 筋不能动 天轨结 筋少 肾脏衰 形体阶级 八八 则此发去 圣者如水 受五脏六腑之筋而长之 故五脏圣 乃能泻 经五脏皆衰 筋骨解剁 天轨静矣 故发冰白 身体重 形步不正 而无子耳 齐伯说 女子到了七岁 圣气圣旺了起来 如此更换 头发开始茂盛 十四岁时 天轨产生 任脉通畅 太充脉旺盛 月经按时来朝 制备了生育子女的能力 二十一岁时 圣气充满 真牙生出 牙齿就长传了 二十八岁时 筋骨强健有力 头发的生长 达到最茂盛的阶段 此时身体最为强壮 三十五岁时 阳明筋脉气血 见衰弱 面部开始憔悴 头发也开始脱落 四十二岁时 三阳筋脉气血衰弱 面部憔悴无华 头发开始发白 四十九岁时 任脉气血虚弱 太充脉的气血也摔少了 天轨枯竭 月经断绝 所以形体摔了 失去了生育能力 男子到了八岁 圣气充实起来 头发开始茂盛 如此也更化了 十六岁时 圣气旺盛 天轨产生 精气满意而人外泄 两性交合就能生育子女 二十四岁时 圣气充满 筋骨强健有力 增牙生长 牙齿长全 三十二岁时 筋骨风龙圣时 肌肉亦丰满健壮 四十岁时 圣气衰退 头发开始脱落 牙齿开始枯高 四十八岁时 上部阳气逐渐衰竭 面部憔悴无华 头发和两鬓花白 五十六岁时 肝气衰弱 筋的活动不能灵活自如 六十四岁时 天轨枯健 筋气少 肾脏衰 牙齿头发脱落 形体摔皮 肾煮水 接受其他个脏腑的筋气 而加以储藏 所以五脏功能都已衰退 筋骨 蟹肚无力 天轨已结 所以发病都变白 身体沉重 步伐不稳 也就不能生育子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